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视频我们来聊一下宝可梦的培养问题 大体分为四个方面 性格 个体值 努力值和特性 那我们首先先来到位于地图正上方的对战塔 那么其实关于宝可梦培养中的性格 个体值和普通特性 都可以在这个对战塔里完成 首先第一个人他这里可以用BP点数来买性格修正的薄荷 简单来说就是你想要什么性格就买什么薄荷 第二个人可以用BP点数在这边买更改普通特性的特性胶囊 和在100级之后可以提升一项个体值的银色王冠 那我们现在再去右边看一下 这个人可以给我们升到100级的宝可梦进行极限特训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银色王冠或者金色王冠来提升他们的个体值 其中银色可以提升一项 金色的王冠可以提升全部的属性到最棒 那么这个绿衣服的人可以给我们租用这个挑战塔的队伍 因为现在我们的BP点数呢还不够买那个修正性格的薄荷 所以说我们只能先去挑战一波攒点点 好了那我们的BP点数呢已经搞定了 因为我们今天是拿无机泰纳作为例子 所以说我们就给他买一个内敛的薄荷 这个东西呢可以提升特攻 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完全PVE 专门打这个极具团体战的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他应该也是不能参加PVP的 所以说我们就搞一个内敛的薄荷 那我们直接在这个包裹里把它使用 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在面板里看到他的特攻是红色 攻击是蓝色了 然后性格依然是一个淘气 所以说他这里是不修改性格的字样 只是对这个性格的数据进行修正 那么现在性格呢我们已经搞定了 我们再来右边这里啊进行一下极限特训 选择这个无机泰纳 我们现在只有两个银色王冠 所以说我们只能对我们两个单项进行一下提高 那我们就肯定是选择特攻和速度 现在我们再打开盒子啊 就可以看到能力平定这边 特攻和速度呢显示锻炼了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就已经等效达到了一个5V的效果 那么现在作为一个只是用来针对于极具团体战的包可们来说呢 他的性格和个地值啊这样就OK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弩力值 关于弩力值啊 简单的理解呢可以相当于很多游戏里的加点系统 因为无机泰纳和我们参加了很多战斗 所以说就会导致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啊 把他这些弩力值给练歪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这些练歪的弩力值呢给洗掉 关于洗弩力值的方法呢 其实就是拿那些旷野地带经常我们能见到的果树啊 把它摇下来之后的果实来洗点 那么这里对应的果实呢 可以洗对应的点数 比如枣根果啊 就可以降低攻击的基础点数 就我们这些无机泰纳而言呢 一定要洗掉的肯定是攻击防御和特防 一定要留下来的一定是特攻 至于这个血量和有这个速度啊 你要选择哪个 就根据你的喜好或者说你的用法而定 那么我呢就这个选择特攻和速度吧 因为这个血量啊是自己单机玩的时候有用啊 速度是四个人连机的时候有用啊 因为你是最快的嘛 你就很爽 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葡萄果啊 来洗一下我们无机泰纳的特防 它这里有17个啊 大家也是注意一下 不要一下全用完啊 因为假设它只需要三个就能洗掉 那你17个也是会全部用掉的 所以我们正好也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在洗完之后呢 它会显示什么 当你没法再洗的时候呢 它就会显示特防的基础点数不再降低 现在我们再到面板里呢 就可以看到刚才的成果 可以看到这个特防洗完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攻击呢还是有一些残留啊 防御啊也是没洗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桥间空地啊 把这个攻击的果实啊 给它找一波 依然是这个从复旦屋出发啊 一直往这个右边的桥栋走 所以说视频到这儿啊 大家应该也就可以看出来一些啊 这个洗点其实挺麻烦的 麻烦就麻烦的 这个果子没法拿钱买 我们只能在这个跨海地带 记住这些树的位置啊 还得记住这个对应的树 对应的果子 因为每个果子也能洗不同的点数嘛 在这个桥栋下面呢 有三棵树 另外呢 关于这个摇树的过程啊 其实也是非常尴尬的 因为它这个可摇的次数是随机的啊 有的时候是摇完三次之后 下一次再摇就出现例数 有的时候是摇四次 下一次就出现例数 最让人难受的呢 是打败栗树之后啊 它还会随机啊 周围的宝可梦 还会随机把你的一些这个果子啊 给拿走 有可能正是你要的那个啊 这就非常尴尬了 所以说大家也是可以去翻搅一下图文攻略 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果树的位置 和每棵果树会出什么果实 到时候你需要什么果实啊 直奔那棵树就完事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枣根果通过摇树 又拿到了三个 我们再来吃一下 降低下我们的攻击点数 吃到第二个的时候呢 它的攻击点数啊就不再降低了啊 那我们的攻击也搞定了 现在再来看一下努力值的面板啊 发现攻击啊 防御以及特防全部都搞定了 最后的抉择呢 就是到底是要特攻速度 还是要特攻血量了 那么我最后啊 还是选择了特攻和速度 快就完事了 努力值清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买提升我们努力值的增强剂了 有两个地方 我们可以先来到全关市 直接进入这里的宝格蒙中心 在右边呢 会有一个BP商人 在这里啊 可以通过两点BP 来分别买对应的增强剂 不过在之前的视频中呢 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喵喵刷钱的方法 就是一次可以刷三十多万嘛 那我们就可以来到宫门市 同样的 我们还是进入包风中心 和右边的人对话 在他这里呢 我们可以拿一万块钱啊 买到这个增强剂 那么由于我们走的是特攻和速度路线 所以我们要买26个速度和26个特攻 以及一个血量 因为努力值的上限啊 是510点 每个增强剂呢 能加10点 但是特攻和速度这种单向的上限啊 只到252点 所以我们的分配方式呢 就是252点给特攻 252点给速度 最后剩下6点给血量 加起来正好是510点 但是实际上 我们不用买这么多瓶增强剂 因为我们并没有洗掉无级泰纳 升到100级这一路上 已经练过的特攻和速度 所以这个过程啊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把 没加到特攻和速度的努力值洗掉 加到该加的地方 也就是特攻和速度上 然后最后啊 6点加不上了 就给血量了 但是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 就是这瓶血量增强剂 必须最后一个用 因为先用了 血量就加成10点了 而不是等特攻和速度 把点数都加到252以后啊 再加到6点 说白了 就是我们吃到特攻和速度增强剂啊 都吃不了以后 再加血量就完事了 所以现在打开它的能力面板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特攻和速度呢 都已经加满了 已经开始一闪一闪亮晶晶了 不过有一说一啊 这个无级泰纳 即便不经过这么多的培养啊 单单就升到100级 就够用了啊 今天也只是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简单培养过程的一个实例 那么好的啊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先结束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给我点一个顶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